三个层次 第一个最小的也就是说 大S跟汪小菲之间的感情到底因何而分裂 那这个不知道 那我们外人也不好评说 最好也不要贸然的揣测一定就是跟这件事情有关 那我们还是本着劝和不劝离 祝福他们能够持续百年好和 好 那么这是第一个最简单的 但第二个要来观察的是说 那到底台湾的边境的防疫政策 所以陈时中去年讲了这一番话 如果他的这个态度 对所有来到台湾的班机 都是采取这种模式 台湾的疫情不会变得像今天这个样子 当时就是严防大陆 但是对于欧美完全不设防 所以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 一大堆欧美入境来的 东南亚入境来的 全部都是来到台湾之后变成确诊者 然后有机会传染给台湾的医生 甚至是防疫旅馆的人员 完全不设防 我们发现不仅是对境外来台湾的不设防 现在就连台湾要出去到外面的 也是完全不设防 对吧 那这是现在才有的这件事情吗 虽然现在立荣讲说 哎呀这个也是确实有疏失啊 或不知道啊 但我们要讲的是 过去以来一离开台湾就发现确诊 这个案例有少吗 没有少啊 只是因为他是登机前就拿到了确诊证明 但是过去以来登机前没拿到确诊证明的 因为台湾通常不让你塞嘛 你无症状不让你塞 觉得很贵 或者呢他一开始测到的是阴性 但是下了飞机之后到了大陆 发现是阳性确诊的 这个案例所在多有 好 那么到底这所谓的出入境之间 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角色跟态度 应该是全面性的来彻查跟落实 好 那么这两天呢 有一个大陆的记者在观察者网 他就实地的模拟 假设说他要买台湾的飞机 就是回来台湾的话 那么应该要进行哪些网路上的操作 他就稍微上网登记了一下 他登记的全部都是瞎编的一些姓名电话 就一大堆的假资料 他key上了这些假资料之后呢 发现台湾的这边何可过了 所以他就发现 哇搞什么 就是台湾的这个防疫根本一塌糊涂嘛 我上网申请登记购买的这些预定的饭店 或什么的全部都写假资料 结果台湾这边竟然还过了 可见这个边境防疫实在是有待加强的部分 可是我们到有些国外去 有些资料 我们也是饭店啊 在那边下榻 在那边住的 其实资料填也不见得他会真的去核实啊 关键是我们为什么机场可以让他过来 那这样子你的那个所谓的实联制 然后跟记名就没有任何意义啊 你是说那个人用名字也都假的 就全部都假的啊 全部都留虚拟的资料 但是台湾这边那个边境防疫的这个系统 完全符合可以让他来到台湾 那他一看来觉得说这个完全莫名其妙 因为在大陆不要讲说你要出境啊 各省之间的移动 那个管制都还是有一些管制 如果要到一些疫情比较热的地方的话 那更不用说我们在节目上多次强调了 就入境来到台湾的所有的防疫系统 都是一塌糊涂 好 那么这是在台湾内部的部分 但是其实汪小飞这件事情点出来 最严重的是什么呢 而是说两岸之间的关系 从2016年以来一直都不好 那么从去年疫情开始以来 大陆人民对于台湾这边的反感跟恶感 就越加的强烈 汪小飞他在那边的第二篇他讲说 我们抱着一颗真诚的心 就大陆人民觉得说 我们都对台湾充满了善意 但是呢就是被许多绿营的 1450的这些人呢 不断的利用跟污蔑 所以他骂的其实就是民进党的这些人 可是呢这些 你看很多大陆网友都是支持的 所以当国台办说要捐赠台湾疫苗的时候 很多大陆网友呢是反对的 因为觉得干嘛要送给台独分子疫苗 那台独分子打压大陆 为什么还要去帮助台独分子 他们好像是被骂说 他们是台湾同路人 就是骂他们是跪台办啦 就是说国台办变成跪台办 有这个讲法 所以总而言之呢 如果没有办法对话的话 就更没有办法有任何的互信机制 没有对话 没有互信机制 那么对抗就只能够持续的升温 未来两岸关系难以好转 才是令台湾人应该担心的